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这肯定是我见过最有绅士风度的一名演员之一,蔡徐坤,坤出生于1998年8月2日,家中排行老三她的父亲是一名企业家,母亲是一名平面设计师。 但是,蔡徐坤在湖南省长沙市长大,并在成长过程中接受了舞蹈和音乐等多种培训。 蔡徐坤的职业生涯始于2016年,当时她参加了湖南卫视的选秀节目《燃烧吧少年》,成为了其中的一名选手。 虽然最终并未获得冠军但她在节目中展现的出色,表现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。 2018年蔡徐坤参加了选秀节目《偶像练习生》,在该节目中她表现出色赢得了观众的喜爱,成为其中最受欢迎的选手之一。 随后她与其他选手一起组成《廖南子音乐团体9%》,该团体的出道单曲《我们在发布后迅速走红》,成为2018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。 2019年蔡徐坤决定退出《Nine Park NT》,开始发展自己的个人事业,她发行了多首热门单曲,如《wait wait wait off》和《一一等》,并且在演艺圈广泛赢得了赞誉,她还曾获得了多个奖项,如2019年和2020年的QQ音乐年度人气歌,首奖。 除了音乐方面的成就,蔡徐坤还涉足电影和电视剧领域,她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,如《电影我和我的家乡》和电视剧《青春有你2》等,她的演技也备受认可,在2019年的某些颁奖典礼上获得了最佳新闻奖。 另外蔡徐坤还引起热情,真诚和对粉丝的关注而备受赞扬,她经常与粉丝进行互动并为粉丝制作个人礼物,她在社交媒体上也经常发布一些励志的话语,鼓励年轻人积极向上。 除此之外,蔡徐坤还积极参与一些综艺节目的录制和演出,如《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》、《明日之子》等。 她在这些综艺节目中展现出,聊自己的幽默感和搞笑才华,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。 蔡徐坤的个人品牌价值也十分高,她曾与多个国际知名品牌合作,如《Leader Spumer Anthem》等,她还被多家权威机构评选为中国,最具商业价值的年轻偶像之一。 拥有着广泛的商业价值和影响力,蔡徐坤在中国乃至全球,范围内都拥有广泛的粉丝基础,被誉为是中国新生代的代表人物之一。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才华,不断推动着中国流行文化,的发展和青年的积极向上。 同时,蔡徐坤也面临着一定的争议和批评,她在一些表演和舞蹈中使用的一些外来,元素和文化受到了一些人的指责和批评。 在《青春有你》中,蔡徐坤再次担任了导师一职,并与其他明星导师共同指导和表演实力。 她在节目中再次展现出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和表演实力,同时也通过自己的经验和故事,鼓励练习生们勇敢追梦不为困难。 值得一提的是,蔡徐坤还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。 她曾为电影《西游记之女儿国》现唱主题曲,为电视剧《猎狐》现唱片尾曲,定在音乐短片《You can tell all my heart》中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和个性魅力。 此外,蔡徐坤还在音乐制作和创意方面有所突破,她曾担任自己音乐作品的创意总监和制作人,将自己的音乐理念和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,赢得了众多支持和认可。 总体来说,蔡徐坤不仅在音乐,演绎和综艺节目等领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,还在多元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和,音乐制作方面有所探索和突破,她的努力和成长过程也备受人们关注和期待,成为年轻人中备受尊重和喜爱的代表之一。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,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